范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2月6日 在范蒂冈接见了意大利中央政府 派驻地方的行政长官 强调在当今社会中 克胜权力危机的关键 在于服从 聆听和耐心 教宗还勉励他们 在移民方面 务必确保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受到尊重 这些官员在意大利内政部长 阿尔法诺的带领下 请来进见教宗 他们的职责是在意大利全国境内 展现中央政府 在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上的灵在 教宗提醒官员们 履行职务的必要条件 是奉公守法 遵守人性准则 和对政府机关效忠 教宗说 我们在社会各方面 包括在公共和私人领域 都感受到权利的危机 其后果影响盛据 尤其冲击年轻世代的教育 事实上 这危机的原因之一是 缺少基本的服从 聆听和耐心 行使权利 向来是为谋求公众利益 在对团体的日常服务中 效法主义苏的举止 它来到我们中间 像是服侍人的 为此 教宗指出 在处理意大利境内 不胜美举的世界个案时 务必加以必要的变通 在这边 感谢观看